各位街坊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楊彬 相信每一個人的衣櫃裡面 多數都有幾件比較矜貴的衣服 水洗又不捨得 不洗又不碰當 那應該怎麼辦呢 前段時間我們接到不少觀眾的電話 就說很快就要過年了 過完年 潮濕天氣又到了 每年到了那個時候 很多口衣 毛尖 自己洗又不乾 送去乾洗又怕是很晚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究竟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擔心呢 近年來不少媒體頻頻曝光 乾洗背後黑幕重重 甚至有記者潛入乾洗店一探虛實 發現有部分街邊的乾洗店 水洗冒充乾洗 不單止是這樣 那些平時大家非常寶貴的名貴大衣 都被他們用大炸來炸啊炸啊炸 炸到都不知道怎樣的 看到這裡 真是心痛得不得了 不少網友在網上曬出自己的悲慘經驗 有些人說拿去乾洗的衣服染色 變得面目全非 有些人送件品牌的皮草大樓去乾洗 結果又脫毛又脫色 還要變形啊 唉 真是認真黑仔啦 不過 最可怕不單止是這些 有BB 穿了乾洗過後的衣服 皮膚過敏 被他出了很多紅色的痘 有些人是指出 這些乾洗劑是一些電化工產品 分分鐘會致癌啊 唉 市民你怕不怕呢 看到這些新聞畫面呢 真是不到你不擔心的 那究竟被稱為健康殺手的乾洗劑 究竟是什麼呢 它是不是真的會致癌呢 乾洗是不是真的會比水洗更加乾淨呢 那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呢 我們派出了我們的調查員出去進行調查 現在馬上去看看她的進展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生活調查員孟妍 那麼今天我們來到犀牛路的一位熱心街坊的家裡面 那現在我們就要上門囉 那今天呢 現在我們就跟阿姨來做幾個洗衣服的實驗吧 那我們事先呢就準備了一杯自來水 以及一瓶化工原料四六月氣 那這一種四六月氣呢 正正就是現在市面上最普遍的乾洗劑 現在我們就先將四六月氣呢 倒到另外一個空的燒杯當中 那麼現在這個四女乙烯我們已經倒出來了 那現在呢 我拿出兩塊白色的布 我們要做實驗 分別將雞油滴在兩塊白色的布上面 現在兩塊布上面都同時就是沾上了雞油 然後我們把它分別放入 深雨吸 以及我們的自來水水裡面清洗一下 看一下什麼樣的效果 經過攪勻之後 兩塊布上的污漬都沒有完全去除 不過乾洗劑這一塊白布就比較乾淨一些 蘿姨就建議加些洗衣粉去清水裡面 可能效果會好一點 但是經過一番攪勻之後 在洗衣粉的作用下 蘿姨手上的那塊白布 那些油漬就分開了一點點了 但是效果並沒有四六月 稀洗出來的明顯 那是不是這樣就可以說明 乾洗得水洗得乾淨呢 我們經常碰到的應該是煮飯 那些用的醬料 或者那些米漿那些 會多一點 那我們要把這個常用的這個澱粉汁倒一點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這個呢 澱粉已經倒在這塊藍色的布上面 看一下效果 一般我們搞定的東西都乾了的了 那我們可能就要將這些沾了澱粉水的那個 藍色布要吹乾一下 那我們先用吹乾機將它吹乾 好 現在我們兩塊布都已經吹乾了 那麼我們現在要把它們分別放入這個乾洗機跟自然水裡面 再清洗一次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蘿姨面前的清水 很快就變成乳白色 而乾洗劑這邊就沒見到任何變化 那結果會不會是來個大逆轉呢 那我們現在把它們拿出來看一下結果吧 哇 出來以後我發現好像我這邊乾淨一點 你看看結果好像三反了 那就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原來這些是因為四六月氣對油脂性的污漬 有膠渣的虛污能力 而對澱粉一類的水溶性污漬 四六月氣的虛污能力就相對弱點了 那剛剛阿姨跟我們說了 剛剛我們做的都是一些小實驗 現實生活中呢可能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呢 那麼我這邊呢就有一些 備單啦 三天套啦 船單啦這些 這些船單呢 都是經過我們的同事加工加料過的哦 為了能夠強烈對比出乾洗前後的污漬情況 我們找來了幾位同事 開始了一次破壞大行動 首先來個鮮呂散發 嘿 跟著來個裙鷹出動 哈哈 最後來個滑龍點睛 灑上點美味的醬油 看提色 哎 搞定 那現在我又要把它放到洗衣機裡面去清洗了 我們現在可以等著看一下結果 好了 現在我們就把剩下的兩床那個備單這些東西拿去乾洗店乾洗 那麼我們就等著看結果啦 經過清洗曬乾之後 我們來看看三件床單的效果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見到 無論是機洗還是一個是專業乾洗店 一個是路邊的乾洗小店 都是把原先床單上的污漬洗得乾乾淨淨 基本上是找不到任何污漬 看來對於一般的污漬乾洗和水洗一樣都是可以洗乾淨的 區別只是在於乾洗對油脂性的污漬去污能力較強 而水洗對一般的澱粉性的污漬去污能力比較好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最關心的事就是這些送去乾洗拿回來的衣服 到底安不安全呢 它是不是真的好像新聞講的這樣會致癌呢 資料顯示 這種四六穴漬 它是一種化工原料 由於它的毒性相對較小 去污能力比較強 穩定性較好 那就慢慢成為了市面上最普遍的一種乾洗劑 不過這種化學溶劑都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 它會溶解索料 黎龍等等 甚至還說聞多了是會中毒的 那麼這一種四六月漬 是不是真的好像傳說當中那麼厲害呢 那麼四粒以漬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化學物質呢 現在我們就來到新河灣廣州市攀儀直信中學 我們現在要去到實驗室找我們的化學老師 跟我們見證一下啦 那我們現在這裡呢準備了一些材料了 我們來猜一猜四粒以漬對這些呢 會不會又產生什麼化學作用呢 現在請我們的老師為我們來揭開謎題啦 好 我們今天準備了四份材料 一份是尼龍 一份是鎂條 一份是鑰匙片 一個是塑料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四粒以漬對這四種材料到底有沒有一些影響 好的 現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物體有沒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首先我們看看布料 好像沒有多大變化 每條呢也沒有什麼變化 鑰匙圈也沒有 這個塑料好像有點變化 王老師 因為這個四粒以漬對塑料的相對腐蝕性要大一些 對這三個的腐蝕性可能小一些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時間的長短 和你加的這個四粒以漬量的原因 你如果加的量多 放置的時間長 它可能腐蝕的現象就會要明顯一些 實驗證明 四六月漬跟塑料反應 是會比其他幾樣材料強烈 這樣四六月漬遇上皮膚 又會不會產生什麼火花啊 就像新聞所講 乾洗劑殘留導致消費者皮膚出現問題的事例 又是不是真的有發生呢 乾洗劑就是對皮膚的損壞呢 就是以前任意都過了 你說致癌這個我是沒有發現 但是對皮膚的一個過敏性皮炎 跟接觸性皮炎我是見過 含量在醫衛上面呢 一方面就是對皮膚引起一個刺激作用 第二個呢就是引起一個過敏反應 所以就是引起一個過敏性皮炎 跟這個結束性皮炎有這個可能 正如醫生所講 無論是乾洗還是水洗 或多或少 在衣服上面都有可能有洗滴劑殘留 如果洗滴劑殘留超B的話 很有可能會引起皮膚過敏等疾病 那究竟我們乾洗完的衣服 乾洗劑的殘留含量又大不大呢 調查員經過酒房發現 市面上的乾洗澱分幾種 一種是統一送去乾洗廠乾洗 一種是自己乾洗 還有一種是掛著洗衣的牌子 既可以乾洗又可以水洗 另外一些街邊的乾洗小店 今天送去明天就可以拿了 而專業乾洗店 就要等兩三天才拿到 那這兩間乾洗店洗出來的衣服 四六月氣殘留量又有多少呢 我們將乾洗完的這兩張床單 送去檢測 看看到底它的殘留量是有多少呢 好了 經過幾天的檢測 現在檢測結果就出來了 我們看看兩張床單上面的 四六月氣殘留量究竟有多少 結果就是兩張乾洗的草單 都沒有檢測四六月氣殘留 這個結果 是不是可以說明乾洗就是安全的呢 你們送來的那個樣品沒有剪出來那個殘留的話呢 有兩個情況 一個呢就是說 有可能這個樣品根本沒有拿去乾洗 那就絕對沒有了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你是床單嘛 床單比較薄的 那麼它在揮發以後呢 這種四六乙氣它揮發性非常強的 你只要在通風的地方晾乾以後呢 它很快就會消除掉的 所以這個東西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 檢驗方法就有 但是呢 考核指標現在還沒有 因為很少就是正常的乾洗呢 很少有有檢出來這個東西的 那麼再加上呢就是說 四六乙氣乾洗劑呢 這個東西雖然說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呢它要高濃度才有 對人體才有那個 如果很大很大一點點呢 應該說影響都不是很大的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是好的全封閉式的乾洗機 它是可以將機內裡邊的四六乙氣呢 全部收回 專家也都指出 經過專業乾洗機正規處理過的乾洗衣呢 上面的殘留量是極少的 而且呢 我們個人送去乾洗的衣呢 只是佔我們所有衣的一小部分 所以呢 就算有輕微的殘留量呢 這些殘留量都是不足以致癌的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了 乾洗劑引起這個皮膚的癌變問題 一個從理論上來說 一個是長期的接觸 長期來說 理論上是有癌變的可能 但是從臨床上來看 我是沒有發現過有 因為這些溶劑引起的一個皮膚癌變 到底要如何避免乾洗衣 對皮膚造成影響呢 厚重的那些衣服 你乾洗店拿回來以後呢 要掛在通風的地方去吹一吹 讓它外面吹幾天以後 應該基本上就有問題了 那麼薄的呢 基本上都不太會有殘留的 因為它在乾洗店它洗完了以後呢 它也會就是在裡面蒸留的 把那些乾洗劑給蒸出來的 所以呢大部分都蒸出來了 不會說殘留的很多 但是有些比較厚的 特別是有些修口邊啊 那個邊上縫得比較緊的那些地方 會有一點點殘留 這種呢你只要在通風的地方 多吹一吹一點 就沒什麼好大的問題 孕婦啊小孩啊 那個兒童的嬰兒的 包括我們成年人的床上用品啊 內衣內褲啊都不要去乾洗 其實呢我們買靚衫 穿靚衫呢最重要還是要洗衫 那些衫呢才可以量體餘身 那到底那些衫要怎麼洗才是對呢 一般的衫就沒試過 但是皮衣我就試過 那我拿著皮衣去乾洗怎麼洗呢 洗完回來呢 黑色的那件呢 我洗過黑色的那件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有件淺色的皮衣 洗完以後呢 就發現它的皮就放了出來 然後它是拆爛了 我就說它洗爛了的皮 那皮那個洗碟的話 是這樣的 我們一般這邊的細點洗是這樣的 或者這個白天鵝洗呢 就會好一點 那我們這裡正好也有 就是一張這個P.O.人造格的面料的 現在呢我們把它放到 私女椅裏面來攪一攪拌一拌 看看出來的效果呢 會是什麼樣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 我們來看一看效果怎麼樣 我們看到這些水 這些乾淨劑都已經變了顏色了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放下去的P.O.人造格 會變成什麼樣的 哇 都已經崩開了 我們再來看看 實驗結果證明 並不是任何衣服都適合乾洗的 比如好像我們剛才拿的這一類人造皮革 就不適合乾洗了 另外 特別現在冬天 很多人都會穿羽絨衣服 而並不是每一件都適合乾洗的 有的羽絨服裝不是要求人家去乾洗嗎 其實羽絨是不適合乾洗的 但是還是有人說 這東西花了幾百塊 上千塊錢一件衣服 我要拿去乾洗 實際上這個東西乾洗呢 有兩個壞處 一個壞處呢 就是說把那個羽絨 絨上面的那點殘脂 油脂全部給去乾淨了 然後呢讓那個羽絨本身的那個彈性變差了 那麼它蓬鬆度變低了 油脂去了以後呢 這個絨絨的這種韌性變差了 它很容易斷很容易碎 那麼造成那個羽絨呢 蓬鬆度降低 然後甚至很容易鑽出來 所以羽絨服裝是不適合做乾洗的 那麼還有一個壞處呢 就是我們說到殘留的問題 因為我們羽絨服裝的面料材料呢 它為了防止那個絨鑽出來啊 它就用高密度的 甚至有些做了一些塗層處理的 就讓那個羽絨不容易鑽出來 但是反過來呢 如果我們的乾洗劑 這些磁磁吸 在洗的浸泡的時候吸進去了 然後呢你再要讓它出來呢 這個難度又非常大 所以像這種產品呢 如果你去乾洗的話 可能隔幾個月來撿 都還會有殘留的 除此之外 那些有很多叮叮叮叮叮 有配色的衣服呢 也是不適合乾洗的 譬如說豬片啊 亮片啊 扭扣等等配色 如果遇到高溫就會變形 而色差對比較大的衣服呢 在乾洗的時候 都很容易會串色的 所以為了保險起見 大家在乾洗之前 千萬要看清楚 衣服上面的標誌 那到底哪些標誌 是適合乾洗的標誌呢 正如剛才所說 對於乾洗劑會不會致癌的問題呢 大家就不需要過多擔心了 要送洗最好呢 就選擇那些專業的乾洗店 如果你是擔心有乾洗劑殘留的話 可以將衣服第一時間拿到陽台 曬一兩天曬一曬 吹一吹風就OK的了 還有那些貼身的衣服 還有是床皮 尤其是孕婦和寶寶的衣服 床單最好就避免乾洗了 乾洗劑的問題呢 我們就解答了 但是另外一樣的殘留 就仍然令我們的司拉門很頭痕 據說洗潔精殘留會致癌 到底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克服這個難題呢 我們都講過不少食的問題 正所謂民以食為天 食物安全永遠都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 當然除了食的東西要安全 裝食物的東西也要安全 尤其那些碗碟碟碟 它們乾不乾淨 安不安全 就非常重要 而一直以來有一個問題 就令到各位司拉很頭痕 就是洗碗的時候 如何能夠洗得乾淨 衛生沒有殘留呢 事關有傳言說 凡是用到洗潔精 就絕對會有殘留的問題 而洗潔精殘留呢 就很容易會致癌的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我們去看看 最近有人傳呢 就說洗潔精洗完碗之後 碗上面還是有洗潔精的味道 感覺一些洗潔精裡面的化學物質 更殘留在餐具上面 而且長期使用洗潔精殘留的餐具 還會致癌 這個消息一出 不少街坊就會擔心了 我們都比較擔得乾淨一點 我家庭大家都叫我 要擔心過多些水 洗乾淨就算過得清 一直這樣過 於是聰明的生產廠家 馬上就突出了新的洗潔精 號稱沒有殘留 但是這個號稱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真的一點殘留都沒有 這些殘留又真的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危害 甚至好像傳說當中所說的痣癌 那麼多人怕 看實驗你就知道了 我們的調查員在超市 隨機買了兩種洗潔精 一種就是普通的洗潔精 一種就是寫著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下面我們就用這兩種洗潔精 分別清洗餐具 看看效果會怎樣 為了實驗的方學性 我們在兩個相同的盆當中 倒入相等量的油均勻塗膜 接著我們在兩個盆裡 分別是倒入了兩種不同的洗潔精 大概就是我們平時在家 清洗餐具所使用的量 好了 那盆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再進行三次清洗 並且將這兩種洗潔精 三次漂洗的水 收集起來 那盆洗乾淨了 漂洗盆的水力都收集好了 下面我們就將這六份的陽粉 做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檢測 看看普通洗熱精 和號稱沒有殘留的洗熱精 到底有沒有殘留 我們利用亞甲激藍式 鹽磷子的染料 於我們洗淨精裡面的 硬磷子表面活性劑 會發生一個落後反應 落後反應呢 以後它就會生成一個 融於露反的一個融液 我們從第一個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裡面的話呢 就是這個銀色器比較深 說明它裡面的硬磷子 表面活性劑比較多 洗個第二次的話呢 顏色器淺了很多 說明它這個濃度呢 就是裡面含的表面活性劑 就少了很多 第三個 第三次洗的以後 跟清水很接近 就是基本上這種 殘留量就是很小了 經過專業檢測機構的檢測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次漂洗的水裡面 含有較多的殘留物 第二次漂洗的水裡面 殘留物就減少了 第三次漂洗的水裡面的殘留物 水平已經很低了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發現一個 令到我們很失望的結果 就是 無論是普通洗潔精 還是號稱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在三次漂洗的水裡面的殘留 量都是差不多 號稱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並不是真正做到沒有殘留 原來現在的洗潔精 還不可以做到真正的沒有殘留 那些號稱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也只是商家營銷的一種殘留 同時 可過在洗潔精殘留的相關領域 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不過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洗潔精 經過多次的清洗之後 殘留量已經很少了 這種量對人體已經基本沒有傷害 所謂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和普通的洗潔精 到頭來講都是差不多 大家要買哪種洗潔精呢 哈哈 就見仁見智了 不過 如果各位觀眾 還擔心上面 會有殘留的話 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有個好計劃 包你輕輕鬆鬆 可以把洗潔精去得乾乾淨淨 為了徹底解決洗潔精殘留的問題 我們的調查員 特意找到一個去除洗潔精殘留的小竅門 保證大家洗得放心 吃得開心 方法很簡單 我們在洗碗的時候 可以倒入一些洗潔精 然後同時 在碗裡放一些鹽 混合洗潔精一起洗 我們這裡有兩個碗 一個是正常的方法洗滴 一個是用我們剛才教大家的小竅門來洗 洗完之後 我們看看效果 碗洗完了 都很乾淨 但是普通方法洗的碗 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洗潔精味道 但是用了我們的小竅門 洗完碗之後 看上去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仔細聞起來 沒有聞到明顯的洗潔精的味道 大家平時洗碗的時候 也試著這樣做 從檢測器過來看看 洗潔精洗碗的時候 衝到第三次 殘留的量已經非常少了 所以各位師奶 平時洗碗的時候 無論你用的普通洗潔精 還是沒有殘留的洗潔精 都不妨沖多兩次水 其實現在市面上 很多特效產品 講到底都是商家宣傳的桌頭 而這些產品 所宣傳的功效 究竟有幾成得呢 實在真的很難說 所以大家買東西的時候 都是要理性消費 好了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下一期同一時間見